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一档新节目睡衣朋友,这档全新综艺的阵容还是挺吸引人的,来自Red Velvet,The Joyful笑容,和宇宙少女的成肖,Running Man中的网牌S宋志向,还有将远柱组成的全新阵容,这档节目是在酒店中生活的真人秀,一起放松一起玩耍一起分享内心的苦恼。 是一档很治愈温馨的节目,引起大家关注的是来自Red Velvet,The Joyful她表示自己出演这个节目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Joyful之前在真人秀我们结婚了,中和陆星才,做了脚响的明星夫妻,可能是那个时候刚刚出的,而且年纪还太小,就在节目中随心所欲的表现,那个时候被骂得真的很惨,因此开始害怕展示真正的自己, 对真人秀也产生了抗拒的心理,慢慢的关上了内心的大门,面对网友的恶评,Joy还解的方法就是哭,无论有什么辛苦的事情,都通过大哭来发现,Joy表示真实的自己和现在表现,在大家面前的自己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但是因为自己是爱豆,要表现自己才会受到大家的喜爱,Joy这个节目是觉得能和阅历丰富的姐姐们在一起聊天或许能获得更多的力量,没想到平时看起来活泼可爱的Joy也有这么多的烦恼,其实做明星真的不容易吧, 在出演蒙面歌王的时候,Joy表示自从有一次在演唱的时候破影,因此就对唱歌产生了恐惧心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躲在厕所唱歌,也对自己产生怀疑,没有了自信感, 在节目中失声痛哭,能出演睡衣朋友这个节目看来Joy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在问到青春对她而言是什么的时候,Joy也很自然回答, 这苦恼这些事情本身就是青春,或许就是因为有烦恼青春会有更多未知的美好吧,你喜欢Joy吗?